主料,五花肉五百克,茄子五百克,辅料,油,盐,蒜五十克,葱五十克,辣椒,大料,花角,香叶,茴香,生抽,老抽,冰糖五十克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各种调配料,大葱一根,红干辣椒饰料,将一块,冰糖五十克,花角, 大料,香叶,小茴香适量,350克,生抽,老抽,鸡精,盐,料酒适量,五花肉洗净控干水分备用,切成适当大小的块,锅中放入适量清水,放入切好的五花肉块,加入葱段,姜片,大料,花角,香叶,茴香,料酒的去掉猪肉的腥气,中火烧开撇去上面的浮沫, 煮至五分钟即可,猪肉的汤不要倒掉备用,茄子洗净控干水分,将茄子切成猪肉块大小的块,放少许盐,盐制出水备用,煮好的肉块除调料外捞出,趁热将老抽倒在肉块上,搅拌均匀,腌制五分钟即可,炒锅烧干放入少许油,下入冰糖炒化变色, 放入材料期煸炒出油上海,加入余下的葱段,姜片,辣椒煸炒几下,倒入煮肉的汤,大火烧开,盖上锅盖慢火炖30到40分钟,煎锅里的糖炖的很少了,肉已经本入口即化了,颜色变得金红色了,倒入材料6边炒均匀,边炒均匀的茄子和红烧肉,盖上锅盖5分钟左右将茄子炖熟, 出锅前倒入切好的蒜,调味,放入手续盐,即精,即可,一盘香气十足,颜色明亮的红烧肉切快出锅装盘了,配上米饭,那叫一个绝配啊,下半集了,烹饪技巧,一,可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调整调料的多少,炖煮的时间要长一些,这样才能浇肉里的油烧出来,这样肥的地方就不腻了, 二,茄子一定在出锅前5到8分钟前入锅,避免茄子锻成泥,影响口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